那里的天空是什么颜色 推开的门都有谁在等着 亲爱的朋友想聚在此刻 故事要怎样 你说吗 大街小小喜乐的欢笑 有你在其实最重要 把破新鲜的美丝月鸟 感情分享喜乐就好 有你在喜乐就好 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好 大家好 你说还有累吗 连位置都没有变 别感情又软了 大家好 我是胡可 现在呢 我是在喜乐街 一定要保密 因为我们家那位沙先生 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 远道而来啊 也带了礼物 然后给我们家的沙先生 当然也带礼物了 对 我要给他一个巨大的惊喜 这是我们的朋友嘉宾送给 喜乐街居民的礼物 你们把大家的礼物展示一下吧 我这个儿还是比较大的 我是一个贝鼠 我要给一个巨大惊喜 巨大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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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悲醉了 你想知道今天课教师是谁吗 不要让我知道他 当然就是我了 沙老师 晚上给一个惊喜 晚上给你惊喜 晚上给你惊喜 怎么这么XX 你就知道了 哪有这样的 告诉我是礼物 太气人了 鼻子没够起麦了 起麦了 起麦了 喜乐街的故事 你能猜到几分呢 本节目由六重保护更安全的美的安全造 独家冠名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了解节目信息 迎娶美的安全造 本节目由广汽丰田全新终极车雷铃 独家特约播出 欢迎登陆搜狐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PPS 优酷土豆 在线观看节目 手机下载并登陆 网易新闻客户端参与跟帖 登陆搜狐新闻客户端百度贴吧 参与节目互动 在腾讯微信新浪微博搜索并关注CCTV喜乐街 一会儿见 每一次感觉都是一个缺心的挑战 有新鲜 越来越有新鲜 Here we go 要开始了 我有点紧张 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乐街 本节目由六重宝铺更安全的美帝安全造独家冠名播出 让我们期待着看看今天晚上有什么好戏 今天晚上这幕戏应该是发生在沙翼的家里 沙翼前一天晚上去参加她的前女友的婚礼 这件事她瞒着现在的女朋友可可 没跟人家说 而且还在那喝了个酩酊大醉 这一晚上之后 沙翼早晨渐渐醒来才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深陷在一堆混乱的局面当中 不过没关系啊 有好朋友李晶和贾玲在帮她 好戏马上开场 沙翼可以上场了 沙翼可以上场了 你 你们俩结婚我特别不高兴 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看你找的这不如我 我给你们唱唱歌啊 酒喝干再振满 今夜不醉不慌 我还得再唱一个 欧巴刚马萨 沙翼 你忽然觉得只有头朝下待着才能舒服点 哪是头 头 头 头在搁这儿里 不行了 不行了现在 哎呀 哎呀我的天哪 哎呀 这昨天喝的 我这儿不剩酒力啊 哎呀 沙翼 你的手机铃声响了 还不赶紧找找手机 这又回歌厅了 这不刚从歌厅回来吗 沙翼你在地上找到一只鞋 把鞋子当成手机 跟他聊一会儿 真的好你个手机吗 哪个手机啊 哎呀 喂 找谁啊 啊 说话呀 咋不说话呢 喂 谁 哪个 哎呀 不需要房子 李晶可以上场了 来了 哥 快开门 来了 出大事了哥 没人 没人 有人吗 来了 来了 你开吧 我到了 快快快点 快点 啊 谁呀 快点快 你你怎么回事你啊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沙翼 你怎么不接我 你觉得这个人看起来真像大明星姚晨 我这给你打 哎呀 怎么一个 啊 坐好坐好坐好 妹子 你来了 哎呀 你太渴望妹子了 哎呀 坐一坐 真的 这是喜迪玲 啊 你 你不是 我姚晨妹妹吗 哎呀 倒是有人说 有人说我长得像姚晨 哎 已经 你只能拿一段快本书把她讲 是吗 什么有人说啊 你呀 连公母都没分清楚呢啊 我呀 我看看这屋里 你你坐好了坐好了 坐好了 哎 有点想着 有点想着 没准就好了 有点想着 没准就好了啊 好多个人 你恨死 你被五六狼 沙姨 沙姨 你突然清醒了 花糖 正月里提梅 二月里取 三月里养了个胖儿郎 怎么样 有点清醒了 这谁衣服你给我穿上了 反正我 我刚才就看 你觉得我穿上合适吗 合适 合适 比我穿上合适 不是你 你干什么呀你 啊 怎么了 有你这样的吗 我就让你昨天给我开一碗家 我不在了 我出去了 参加人家婚礼 你就把家给我弄成这样 沙姨 你头疼的想撞人 我没在你这屋待着呀 我来的时候你都已经在屋里了 行了 什么呢 我走 来人了 开门去 我开去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 这是喜乐街六号沙姨老师的家吗 对 就是我 送什么来了 沙姨老师 终于见到你了 你出去吧 等会儿 哪个出去 沙姨老师你得签收一下 来 在这签个字就行 不用交钱吗 不用交钱 那行 不是货到付款哪 不是不是不是 好嘞 好嘞 怎么就不能再付一个 谢谢您 慢走慢走啊 不不不不 您的钱已经交完了 我得跟您说一下 怎么的 您昨天晚上给我们打电话 说是让我们送东西 而且要一早就送过来 是吧 这是一件 您稍等一下还有 兄弟们进来吧进来吧 订多少东西 您要 一二三四五六七 正好七个 最近挣钱了 沙姨老师我跟您核对一下 给过钱了吧 给过了给过了 昨天晚上线上支付的 您订了一个红色V型吸尘器 橙色迷你吸尘器 黄色小型吸尘器 绿色中型吸尘器 青色大型吸尘器 蓝色超大型吸尘器 紫色巨大旗舰型吸尘器 您一共订了七个 七个 沙姨老师 您是喜欢七龙珠吗 非得要凑齐七个 召唤神龙的节奏啊这是 现在退还来得及吗 退是够恰了 因为钱您已经付过了 还有一个您不知道 沙姨老师特别特别的好 昨天给我们客服打电话 打一个电话 下个订单唱个歌 打个电话 下个订单唱个歌 唱了七个呢 对啊 哎呦 我是不是唱套马杆了 你看 我货已经送到了 也唱红样了吧 对都唱了都唱了 我有点印象 但我听说唱的特别好 是 他其实唱的就是特别好 是吧 你给人唱一个 唱一个 昨天给人唱七个呢 烫马杆 烫马杆 对我们特别想听 红燕 酒和杆 在真马 一不留神就定了七个西尘器 太棒了 那行 那货我们已经送到了 那我们走了 快走 收等一下 还有一句话 美帝西尘器 十九大激烈 漂亮 撤 谢谢 这段词谁给他们加了 李青 你激动的掏出计算器算了笔账 杀意这回可花大 太好了 跟你没关系 算了 哎呀 这个蓝色的西尘器市场价是1899 呃 紫色的大号西尘器 这个市场价是2899 这个巨大号的西尘器 价格是17899 哎呀 哥 你发大了 最近 你带那 你带那艺人 有接好些工作吧 啊 杀意尽情地表达你的傲丧吧 好几万块钱呢 哎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正缺一个大个西尘器啊 啊 我就要那个紫的就行 真的 我我妈他们家也没有 不是 你有风牛病的底子呀是怎么 干嘛 干嘛 不给 一个也不给 我都留着 先先先 你留着 你留着 一天 一天用一个 杀意 你还是回忆一下 昨天晚上的西尘器了 不跟你说了吗 少喝少喝 你 我有件事 啊 我可以告诉你 你告诉我 但是你一定要替我保密 你说 什么时候我替你谢过密 我有一个 曾经谈过三个月的前女友 分手已经十三年了 记得这么轻狂 昨天她结婚 啊 突然间 给我打了个电话 嗯 让我去 那你去了吗 我 去了 去了 去了之后 晚上就喝 喝多了 喝多了 就 就 要了七个西尘器 你啊 你已经告诉她 昨天晚上可可 是怎么疯狂找她的 你看你 你作为哥们 你得帮我啊这事 嗯 你啊 买十四个西尘器 我都不管你 不不不太贵了 你知道啊 就因为你喝酒 昨天晚上 你捅多大娄嗦吗 啊 不 何人你知道这事啊 可可给我打一晚上电话 找不着你还不找我 我 我电话现在我都没找着 啊 你说我呀 我我我我好心好意 我替你编了个瞎话 你怎么说的 我给你折过去了 怎么说的 咱得统一口径啊 对啊 我就是为给你打电话 咱们俩统一好口径 我怕可可早日就来找你了 然后呢 怎么说的 啊 你怎么说的 我先不告诉你啊 我怎么跟可可 你怎么还能不告诉我的 我先告诉你可可怎么跟我说的 怎么说的 他电话里都都插音了 都发疯了你知道吗 他要跟你分手 我是死说活说先给按住了 你就说 啊 我昨晚跟你一块喝的酒 那不能啊 我我我 我要喝完酒 我得买二十四个洗顿机 或者你说我跟小林一块喝的酒 昨天晚上 你还真猜对了 我真拿小林说的事 对对对 因为我特别清醒 小林 小林绝对是安全的 小林为什么就绝对是安全的 一般 一般 小林 在任何女性 心目当中 都是安全的 你也太不拿小林当干粮了 就是拿小林只当干粮 还是安全的 还是面食 小林是面食 安全食品 行行行行 我告诉你 我呀跟可可这么说的 就是我跟小林喝酒了 不是小林喝酒 哎 我陪小林 对对对 开导小林 你听我说 小林为什么失恋了呢 哥 因为小林的前男友 是卖美地空这个吸尘剂的 我不仅跟小林喝酒 安慰小林 我还帮着小林的前男友 扫了批货 哎呀哥呀你 你太有才了你 哎 我还说下回 我现在一点没觉得 我昨天喝多了有负罪感 下回 我觉得我特别崇高 哥 下回我再喝多了 要编瞎话一定找你编 那 你编的比我完全多了 因为我常喝多 哎 但是啊 但是哥 哎 哎呀有辙了终于高兴了 你说什么呀都不管用 现在你得跟我统一口径 就这么说 我不是这么说的呀 我早知道我也可以说吸尘器 我也可以说别的 但是现在咱们俩有一个统一的地方 我说的也是小林失恋了 你呢 陪小林 你们俩一块去看夜场电影去了 你想啊 我跟小林去看夜场电影 你就为了抚平她那个创伤的心灵啊 好好好看夜场 夜场 你这是什么片子吗 什么 哈利波特 火焰杯 七级联播 哈利波特 那我应该现在早上还没回来呢 是啊就是从傍晚的时候一直看到了凌晨 哈利波特 把屋收拾 我跟小林出去了 屋造成这样也不对啊 快收手手手 你说我帮你这么大忙 怎么 你是不是 反正你这个吸尘器 你留着也没用 我们家还真缺一个吸尘器 别着急 别着急 把一切事情摆平以后再分呢 啊 把事摆平 把事摆平 哥 平安 平安了 这不已经摆平了吗 一切都 你想 方条雨顺以后 咱们再说这吸尘器的事 怎么样 我一贯平常就不撒谎 所以可可呢肯定信我说的 你只要跟我说的一致了 这事就过去了 这还有什么摆不平的呀 先拿一这个 上旁边看见 我不挑一这个 先上旁边看见 先挑一个紫婶大个的你 夏逸 现在你的问题解决了 拉着李京唱起嗨歌 那两万多块钱的事儿吧 不不不不 我给你讲 我给你讲啊 你这个啊 咱先放这儿 咱先不不不不 咱们啊要庆祝一下 你也承认这是我这个了是吧 我这个 不是放你这儿 咱先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咱基本现在有辙了 对吧 是啊 咱现在有办法 你就送我一个那个吸尘器 可以庆祝一下吗 可以 不是不送你 你放心先搁我这儿 行行行 你这屋子小先放搁这儿 行行行 行 那那那那这么着 我先我先洗苹果去 哎 你你一般庆祝了 你都一般都以什么 以什么方式来展现啊 要我吸尘器啊 哥给你一个吸尘器 你给哥唱首歌 真是的 你这 快点 我不要这 不要这 我要那大歌 这算我的了啊 哥给你一会儿搬家去 行 行行行行 给哥唱首歌表演个节目 哎 唱首歌 快 我这嗓子我唱不了歌 快 唱嗨歌 嗨歌 一 唐 唱奔炒 你跟我一起来 没有什么额次未来 贾铃上场 让老鼠班呀 我这好 你跟我一起来 跟着回来 你 我不在 你不在 你 我 你来这儿啥来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又来这球了 又来 你这暴露一下 吓唬吓唬蜡蜡 告诉他 可可昨晚怎么疯狂的找他 掌声 没事 广告啊 他想送你一个吸尘器 你醒了 什么我醒了 我一直就没醉 昨天晚上 咱俩一起去看电影了吗 哈利波特 一至七集吗 什么玩意儿看电影 你知不知道 给洗澡 对对对忘了跟你说了 你知不知道昨天嫂子 怎么找你 我这电话都打爆了 你知道吗 也打你了 你也打吧 当然了 能不给我打吗 你怎么说的 他知道咱俩好啊 关系好 你知不知道 他嫂子急成什么样 嫂子急的我跟你说 都快再给我找一个哥呢 这是我急啊 他也急啊 急的那哭啊 闹啊 不可能 贾玲蜡就骄傲地告诉他吧 你帮他把问题解决了 我帮你把问题全都解决了 怎么说的 你也解决了 我聪明啊 你怎么说的 我跟他说呀 我说嫂子 你别着急的 我怎么不急啊 我说嫂子 你真别急 昨天是这么回事 我说李今儿啊 一直特别抠 然后所以 听我说完哥 所以呢 他就骑着自行车 上了高速了 后来被 我说死呢 是怎么办的 你不一直都是这样吗 后来被警察给逮着了 警察说呦 你干嘛呢 太瘦你了 后来 你就给杀姨哥打电话 然后 他就骑着自行车去接你 后来俩人都被拘了 哥 我厉不厉害 我厉不厉害 干干嘛呢 你干嘛呀 这么开心 哎呀 我觉得 我还你干嘛 听完你说的那些 基本上我已经死定了 你不开始 你今儿都能骑自行车上 告诉你 你瞎了 你瞎了 我觉得你自残也是一条路 你瞎了 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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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哎呀 你看 这个 这个连我都做不到 小灵做到了 我跟你说哥 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损友了 就是玩命把你帮损了着 本来我还以为 你们俩能替我担当 你这不害我的吗 你竟然骑自行车上高速 带着我 这谁能信呢 说不下去了 你只能晕倒 不是 是他骑 然后后来你也骑着 去找他 我 后来你俩不方便 后来被警察拘了 不方便接电话 咋了你这是 哥干嘛出得这么妖艳啊 怎么了哥 你来给我分过去 你也不至于太开心了 我不就给你帮个小忙吗 我还能骑自行车去追他 我得多没心呢 追上了 追上了 我编的不好吗 我还追上了 追上了 后来 哥哥哥你选一选 李京数了贾玲 好心办坏事 然后在拘留室里 所以你俩不方便接电话 我聪明不 小灵 你让哥冷静一会儿 我跟你说 怎么了 你真聪明 我终于知道为啥还没嫁住 哥你听我说 哎呦我的妈 说 你们冷静冷静听我说 你编的不是不好 这俩傻玩 你编的太好了 你编之前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我跟你商量 你肯定得知道 那可可得先给我打电话呀 他为什么先给你打电话呀 跟我打电话我已经编了一套词了 跟你编之前完全不一样啊 骑摩托车 骑什么摩托车呀 我说你呀又失恋了 哥陪你一块去看夜场电影 手机调静音了 哈利波特一到七集 从昨天傍晚看到的今天凌晨 你怎么能这么编呢 能怎么编呢 你编我跟他一起看电影啊 多危险呢 那也比这骑自行车好多了 那谁信呢 我骑自行车我上高速啊 他陪一个那么漂亮的女孩 俩人去看一宿电影 你别说 那上这高速 他又给接电话 沙翼 醒过来质问他们怎么办 你说你张俩大眼睛 你能干点什么呀 把你两个容量都给张 你一块是这样 就不知道先跟我商量商量 咱家是几楼 咱家是一楼 哥你别想了 我现在除了死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不不不 还有 还有一条路 就是不活着 坐着坐着 你俩 你俩 哥做不下了 你俩现在必须得给我想出一个 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你俩说不说吧 你俩说不说 哥 你再把自己给吵了 你 哥那个 你是不是要是 那个六个吸尘器就都是我了 夏琳丽京 把你们俩的谎话圆成一个谎 你俩干嘛呀 咱想注意 咱们把这俩编一块不就完了 编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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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想怎么编 我来编一块 快快快 你坐着 你坐着听我们俩编 好吗 坐着听我们俩编 编一块 我编的是你骑着自行车上了高速 先顺着这趟一下编 你骑着自行车上了高速 这样 你编的是 我分手了 失恋了 然后跟他一起看了一首电影 对 这样 这样 我驮着小灵追你 对 你让别唱话了 可以呀 我觉得可以的呀 你就骑着自行车上了高速 然后你就被警察背着了 然后你就给我们俩打电话 你就给我打电话 没给他打通 然后他就骑着自行车带着我 然后我们俩就去追你 然后警察把你们俩扣下了 后来警察垂涎用我的美色 把我放了 哎呀哎呀哎呀 哥 下来下来 来扛啊 哥哥哥哥 哥听完你俩编的已经放弃了 哥 扛扛扛 我觉得这是可行的 可行的 真的 而且嫂子智商也不高 没问题 对对对 这一点很重要 这可不能乱说呀 影响下一代 这一点很重要 很重要 刚才我说的那个绝对没问题 但是有一个细节你要考虑好 跟你说 为什么哥托着你这个细节 你没有当时告诉可可呢 哥托 我当时分手了呀 我失恋了 我难受 我伤心呢 所以你脑子就空白了一半 是的 你觉得这个过得去吗 这个可以吧 这个可以吧 说什么 你看我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还能跟刚才一样吗 我失恋 分手了 伤心了 我找你去看哈利波特 一共七步 刚看到第一步 第七分钟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打完电话说 他在高速上被警察逮了 然后咱俩就骑着自行车 你驮着我 然后我们去追他 后来警察一看就 我驮你追到他 基本就天亮了 他停在那了 对对对 然后你驮着我 然后警察一看到 又又来一骑自行车的 就把你们俩给拘了 警察说 那呀 我这个被驮着的也得拘啊 我一这样 那警察 沙姨你终于满意了 警察俩一碗酒了 然后你们俩就在拘留室里 然后也不好接电话 太牛了 哥 滴水不漏 我觉得没问题 行 行 这瞎话编的还不错 可以啊 你换这个大的 合作啊 我的呢 你拿苹果 好哥们 贾玲 你帮了他这么大忙 还不要点好处 身而出 编的瞎话 滴水不漏 那当然了 哥 你说 我 给 是不是这意思 轻点啊 要几个 让那大的 让那大的 你说这黑的行 那我走了啊 别别别 沙姨继续庆祝 拉着他俩 让他俩唱嗨歌 那哥 我走了 你刚才哥已经给你个最大的了 是是 最大的在这儿啊 我已经战上了 我已经战上了 哥给了你俩这么厚重的礼物 是不是应该 庆祝一下 庆祝 唱个歌 还一下吧 那啥要唱歌啊 高兴啊 这 吸尘器到手了 哎呀 梦沉潮 就跟着起来 没有什么 阻挡的未来 这些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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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歌出来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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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呢 继续鞭 啊 看哈利波特 鞋子行车上高速 使劲鞭呢 我站成 那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啊 你知不知道我昨天给你打了多少个电话吗 我一整个晚上都没有合眼 你可好啊 今天太阳没出门我就先出门了 我到你们家之后你知道吗 你就跟死猪似的躺在这沙发上 还打呼噜呢 睡的那叫一个香啊 你知道我为了把你这么沉这么一人 从这沙发上拖到那卧室我费多大劲吗 我让你减肥你为什么不减肥 当然了今天这事跟减肥没有关系 你就说吧 我说哪了刚才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 到现在电话还没找到 你闭嘴听我说 哎呀我告诉你啊 我好心好意就你这衬衫 恶心的要死兔的啊 还这么哗 我就进洗手间去给你洗 还有你们俩 还没说你们俩呢 我刚刚在洗手间洗衣服我全听见了 你们 你们三个 你们太过分了 沙姨这回你真的晕倒了 让历史嫂子本人吗 你别别别别 别哥哥哥给你别别别别 别给我哥哥哥 哥哥哥哥 你这是植物大战僵尸啊 哥哥哥哥 哥哥 那只有一个办法了 历经拦住他 还是用快板吧 不行 这情况未及 咱们走了 这样就彻底醒不了 咱们就得换歌 我来我来我来 刚才我试验过一回了 这个 可以 哎有反应有反应 哥 沙姨 你悠悠行转 真的再也不想活了 这不行 没反应啊 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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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 哎哎哎哎哎 行行行行行 我刚要亲你哥 哥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你也要亲啊 对 哥你好了 哥你怎么了 哥你别闹 哥哥哥哥哥哥 哎哥 你把这放下 哥哥 哥 不可能 你舍不得 真的去 不活了 让他去 哥你别这样 你提议有好办法 用手机录一段 道歉视频发给可可 咱这样吧 哥你这样真不是个事 你坐着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 自残能解决好问题吗 哥哥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我是你的智囊团呢 你看他一个人 就是你的智囊团 我脑袋大吗 哥哥哥哥 你跟我说 说吧说吧说吧 咱现在啊 只能挽回这个局面 对 怎么挽回呢 怎么挽回呢 咱这样 没法挽回 咱们用手机 拍一段视频 然后给那个嫂子发过去 道歉 怎么样 诚恳道歉 他不会原谅我 别别别别 你也不要做这种 五段的判断 你听我的 我跟你说 我当年跟你说 被男朋友甩了 我就是拍着 一个道歉视频 给人发过去了 结果呢 就结婚了吗 但是你逼着嫂子 跟别人结婚了 他跟别人 什么 就拍一段视频 视频 你给他拍 这段视频就这样 你这样 哥你先拿着拍我 我怎么演 你怎么学 好不好 好 好 三二一开始 看好了 三二一 你不要理我 我知道我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 我真是替他开心呢 他长成那样 还嫁出去了 你说我能不多喝两杯吗 我还有第二个错误 停 怎么了 别太长 太长哥记不住 就是 你琢磨这套的能好使吗 可以 太煽情了 这套 丽京 让贾玲拍 你去把催板递给杀艺 来 你等会儿 缺个道具 他哥没打道具 这好 表示诚意吗 贾玲你给他拍 开始 开始哈 Action Action 可不可以算吗 可儿 我错 我对不起你 好 情绪不错 我昨天没告诉你 去参加 我前女友的婚礼了 你说她长得那么难看 像小林一样 她都嫁出去了 我能不多喝两杯吗 李京 杀艺一点诚意都没有 给她做个示范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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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怎么玩着呀 咋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这眼泪都哭出来了 哭出来了吗 你得真出来这眼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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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接起来 我来一遍 主要是音乐部队 他那是二线音乐到我这就 拿二线拌拉苹果 不许吃啊 来啊 准备好了 这眼睛大我跟你说就真诚 三 二 一 开始 可可可 可可 我错了 我真心错了 昨天 我不应该瞒着你 参加我前女友的婚礼 我真是高兴啊 我替我前女友感到高兴了 我那前女友长得比小铃还寒碜呢 她愣嫁出去了 你说我 我能不替她高兴吗 我能不替她多喝几杯吗 哎 多喝几杯 我觉得就把她这视频发过去了 跟你扫吧 她这行 你不再带 那不行 她这不行 她这跟动物之间练的 她一动员会计她懂吗 可可可一回来了 她的眼睛真棒 真 这是不是 可 闭嘴 听我说 以后少喝点酒吧啊 甭管你以后跟谁 这个呢 解酒药啊 我买这一大盒啊 你这要是吃不了的话呢 就以后留着用 就放你那俩好朋友那 尤其是那长得漂亮的那个 给你长得漂亮的 是你吗 是 你还不如她呢 还有啊 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的好 对她人质一尽 两肋插刀 尤其是那长得漂亮的姑娘 那不是这样吧 我觉得 你跟他们俩过也挺合适的 嫂子你说什么呀 就这么定了啊 别不好意思啊 嫂子 嫂子 你说她心里去了 你该怎么改了 你敢推呢 你说什么 行了 那我走了啊 你用那个盆里的那衬衫 正好你漂亮姑娘 你替她搭上吧 我都不管了啊 我走了 你们仨保重啊 小二姨 拦住她 拿出你的诚意来 向可可好好解释吧 干什么 你 你站好 站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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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儿 我这儿都准备好了 水本要是什么呀 让我你过去坐板啊 不不不 也可能 不是 你坐坐 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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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快快快 你这 эт�rd 你坐她 靠 the phone 来来来来 坐 Że 你不给她面子 给我们俩一面子 你们俩有面子吗 真知道错了 你这是按摩吗 你这是摸吧 也没让你垂鼓啊 这 不该瞒着领导 昨天晚上 哥你怎么都哭了 确实是出去喝酒了 勇于承认 但是 这酒 是为了你喝的 前女友结婚 我为什么要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现在 真的很幸福 我很释然 我可以把 以前的一切 看成 是曾经的过去 在我的心里里 已经没有了什么留恋 因为我现在 很幸福 很温暖 有一个这么爱我的人 和我 爱的他 好感人 哎呀 太 站开 贾林立金 你们争着往自己身上 懒过错 哎 嫂子 嫂子 表着太太 这事不赖哥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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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呀 谁知道他这段 十朗诵 是跟哪段 三文上抄的 这绝对是真情流露 他都不要 这也不赖小林 这个绝对是我一个人的 真的赖他 你也太不仗义了 只有我是严格按指令执行的 你是吗 敢有一个人承认就得了吧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嫂子是这样 他平时能就是这样 你这万万没想到 撒这么大祸 你说让嫂子跟着 招多拿鸡 我这个谎言太小儿科了 嫂子 确实他去之前 就已经跟我们俩说过 征求过我们俩的意见 也是我们俩同意他去的 他说的绝对是 行了 那么多废话 说你呢 光说有用吗 就是 是不是得用行动表示啊 嫂子 嫂子有行动 你看 我哥一醒就给家里 制了七个 六个家营电器 媳妇 有一个给我了 你给找什么 要什么 这是给咱妈买的 这是给咱姨买的 这是给我小舅子买的 这是给我买的 你疯了吧你 你脑子进水了 你没事干 买这么多新生气干什么 我这不是对咱们家人 爱的传递吗 可可 你果断地给他们仨 喂 醒酒药吧 坐坐坐 你们仨都过来 坐下 坐下坐下坐下 坐一排 坐一排 快快快 给我坐这儿 听你扫子 听你扫子 听扫子 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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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我也是啊 我没喝酒 我看你们仨啊 不是没喝酒 就是智商有问题 我这药不仅结酒 还开窍 好吗 吃 脑残片啊 你嫂子吃一口 你嫂子用吃辣的吗 可可可以原谅他们了 嫂子你别生气了 行啊 我不是生气 我告诉你 不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难过吗 为什么呀 你过来 你过来过来过来 穿红裤子你 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你说说吧 五年了 对呀 五年在一起 你不了解我是什么人吗 我是那种小心眼的人吗 即便我是小心眼的人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只能证明我是非常爱你的 对不对 我有多爱你 我的心眼就有多小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个前女友结婚 你结婚就结婚 你去就戏吧 你干嘛非要骗我呢 我就不明白了 就是啊 她都结婚了 她长得都那样 她都结婚了 我干嘛要妒忌她呢 对不对 我怎么感觉刚才有带到我呀 你忘了有一句话说的好吗 爱一个人 就要爱她的全部 小莎莎 是我叫你的 我既然能爱你 我就能接受你的过去 接受你的全部 哎呦我的天 在家都没这样子 还有你们俩 我告诉你 你们俩吗 我不是生气你们俩骗我 关键是你们俩仨那话 那叫谎言吗 啊 那叫谎言吗 那就 你知道 那叫瞎话 我要相信你们俩说的话 有多难吗 你们俩知道吗 你们俩觉得我就这么傻吗 会相信什么 其实精神的高度 就不应该骗你嫂子 实话实说嘛 对不对 哥可以有问题 但第一时间 你们不能欺骗你嫂子呀 对不对 喝酒是我的错 骗人是你们俩的不对 没错 什么东西 你们俩为什么要骗人 就算我男朋友她 说你嫂子不说 就算我男朋友她喝酒了又怎么样 你们俩凭什么骗人 都是你们的痛 还好我这骗红条来了 骗新人机 骗新人机 谁也别想拿走 对 连吸尘器不能给他们 不能给 真决不能给 都收起来 你们俩 去把衬衫亮起来 忘恩负义 什么朋友 忘恩负义 嫂子 我就知道两口子 这事就不能管 管不好就这样 我们招谁惹谁了我们 哥 想不想改过自己 知道错了吗 知道错了吗 全是我们错了 你要再这样 我就把前天的事说了啊 前天什么事 什么事 十三年 三个月 十三年 十三年 什么事 我说这样 咱们俩这样 咱 跟你嫂子一起唱首歌吧 好不好 好不好 又唱首歌 好啊 谁要你给我唱什么歌啊 别提去年的事啊 前天的 前天的事 来吧 老子来 老子来 没有什么 没有未来 谁停下 求你喝 好啊 起糕了 这怎么还有人啊 我能开门吗 开开开 有人吗 家里 家里 快点累死我了 散开散开散开 散开散开 散开散开 我先扒 私人定制 婚纱给你搬回家 来 验货吧 我又验货了 我跟你说啊 这个 他是这样 你先给我 这是我的 你先给我 我跟你说 我这解释一下 我哪穿得上 他这个啊 你不是说要最大号吗 嫂子 嫂子 你都给他买婚纱了 我没有买 我没有 嫂子 这一看就不是我的尺寸 我腰哪有这么细啊 对 咱们不讨论这身材 你签一下说 我赶快走些 不是 那个钱付了吗 付了三万八千八 谁付的 退是退不了了 谁付的呀 你昨天打我卡里的呀 哎呦我的妈 没有 这一宿小十万出去了 我说哥你挺大方 家伙你二说一说 你再给我说啊 我给你 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 再见再见 哥我算算你这一宿 有的经济损失吧 像小似的 这婚纱是 三万八千八 啊 啊 这个 不是我的 我就能进去一个 是 大概 大概 你们结婚的时候也 莎姨你突然想起来了 你订购这个婚纱 就是为了向可可求婚 还等什么 我自己订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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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我就是肥吗 我一定 為了妳我什么都愿意 力京 贾玲 你们俩又一次开心地唱起嗨歌 唱三回啦 放弹头就跟着一起来 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 天哪 我的天哪 谁啊你们是 是一不后位 所骂的 所骂的 所多少回 别葬我前面 别害怕 别害怕 听我说 听我说啊 你们这儿是喜乐姐六号吗 不是 还真是 哥 四 那户主是傻 傻意就是她 那么的 阿姨 记得我吗 回音 少来这套 昨晚上你哭着喊着 求着跟我说 说今儿啊 要跟一个美女求婚 要把这客厅改成礼堂 我说你这不是有病吗 你说我乐意啊 你这合同也欠了 欠了 欠也嚼了 我们这边 都来了吗 哥 今天等会儿 等会儿 等会儿 别等 别等 好 虽然有混乱 有误会 但还是一场喜乐的故事 喜乐街 下周再见 下期喜乐街 精彩再翻倍 这是要节奏呀 这是啊 你以前都叫一些小表表 一笔从天而降的巨额遗产 这种三爷 多成甜啊 畜生 两位出身神秘的不速之客 哇 这个太佳可了 三位好友 能否满足女王大人的严苛要求 更多精彩 现在喜乐街 为了你 我什么都愿意 但是我们最后结婚的时候 她还是很感动的 我也很感动的 但是唯一遗憾的是 因为那个婚纱不是这种掉袋的吗 我本来跟她讲说 里面不要穿衣服 她还是穿了一件衬衫 太不严肃了 凌姐 如果你结婚了 你愿意跟老公同台进行演出吗 我男朋友一定是个演员 如果是留得好的话 我是一定愿意的